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哥 雷电3拓展屋 自带4TB机械硬盘 还有M.2MME硬盘位 大家弹幕说说 这东西得多少钱呢? 打开京东 西捷酷玩系列游戏扩展屋 2799 讲实话一样拿来装游戏的话 有些贵了 但我再告诉你 MacBook Pro是可以用的 机械和固态都能认得着 还能给电脑充电 再参考一下雷电3扩展屋 一两千 雷电3的MME硬盘盒 大机板 甚至苹果最近上了一个单独的雷电3的价格 当然那个线是2米长的 讲实话真不贵 是不是觉得这产品有些意思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西捷的这个雷电3扩展屋 以及西捷的酷玩510PCIe 3.0X4ETB 和510PCIe 4.0ETB的两个MME的固态 咦? 这好像箱子里面 还有两个西捷的500G移动固态硬盘 你们说怎么处理呢? 先来看一下这个扩展屋 居然给了4种电源线 国际化大厂就是不一样 电源适配器是欧陆通代工的110W电源 扩展屋正面有一个电源键 两个USB3.0接口和两个音频接口 背面为一个RJ45的网线接口 三个USB3.0 一个DP1.4视频输出接口和两个雷电3接口 右边自带了一个RGB的硬盘盒 体现所谓的电竞氛围 硬盘盒上的RGB是那种初点式的连接 这种方式在去年的台北展上联力就有采用 还是非常方便的 RGB灯像我们一会拍一段视频感受一下 是可以通过软件控制的 取材硬盘盒就是NVME硬盘的固定位 不过这个硬盘只支持PCIe30X4 并不支持PCIe4.0 我们插上了PCIe30X4的细节库版5101TB 不插硬盘下 空盘读取2700Mbps 写入1400Mbps 此外扩展屋还自带了一个4TB的机械硬盘 空盘下读写最大值大概是250Mbps 我觉得细节的这个扩展屋 其实拿去玩游戏有些奢侈了 更多的可能还是适合Mac用户 其实你都2020年了 谁还拿机械硬盘去玩游戏呢 基本上还是以1TB的SATA固态为主 另外如果你是台式的用户 大部分还是不带雷电口的 就算像这个微星的Z490X暗影主板 带了个雷电3 主板自带接口还不够你用吗 更多用到的我觉得还是笔记本用户 因为笔记本的接口有限 硬盘位也有限 雷电3从软屋还是有特定的用户需求的 我们先拿出2019款的 i9版本的MacBook Pro测试一下 这个笔记本是有4个雷电监口 充电也是采用Type-C充电 所以说细节官方上 并没有说明可以支持Mac 但插账以后就直接开始充电了 不过由于功耗限制 当我们把屏幕亮度调高以后 就只能维持供电而不能充电 并且认到了1TB固态和4TB机械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苹果下的硬盘格式和Windows下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说你要兼容两个系统的话 那些才用EXFAT格式 NTFS格式在Mac下只能读不能写 当然也有些软件折腾能兼容NTFS 但这里我们就不打腾了 读写速度其实还行 固态能跑到2000Mbps的读写 USD有网线啥的 试得试也都能用 算是能比较好的兼容Mac系统了 Windows这边需要注意一下 像这台华为的MacBook 因为本身就采用Type-C充电 所以我们这样去是可以直接充电的 但像这台戴耀了XDS15和SIMBAC X1Stream 因为本身设计了额外的充电口 所以说你只能当拓展屋使用 没办法充电 你就戴耀笔记本只能用自家雷电扩展屋才能充电 当然也是目前笔记本更新比较快 我这个也仅仅是手里机台笔记本的情况 测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看完细节的酷玩游戏扩展屋 我们来看看细节这两个固态 P330X4是当前比较主流的固态形式 所有支持NVMe的主板都是支持的 细节酷玩510就是采用四种协议的 3DTLC颗粒质薄5年 ETP版本的官方顺序读取速度 读写和空盘也几乎没有区别 所以说这个盘的话 资本无如担心写入量 对硬盘读写性能造成太大影响 接着我们测试一下复制大文件时候的写速度和温度 拷贝一个330G的BMPCC视频文件 一开始时速度大概是1700Mbps 复制了大概30Mbps以后 速度维持在1000Mbps左右 此时硬盘的温度不算高 为54度左右 接着我们看一下PCIe 4.0的 酷玩520ETP 目前只有AMD的B550和X570支持PCIe 4.0 英特尔主板还并不支持 比如技嘉的Z490 AORUS PRO AX 其实它拥有了一个PCIe 4.0的MDL插槽 但是目前是没办法使用的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华硕B550M TUF重炮手主板 这个主板第一个M.2是PCIe 4.0的 第二个显卡下的M.2是PCIe 3.0的 很容易死PCIe 3.0的固态配了个散热马奖 不过你放在显卡下温度也不会低 酷玩520ETP的话 官方的连续读取为5000Mbps 连续写入为4400Mbps 我们同样采用空盘半盘和满盘三个情况 模拟实际的使用 在Quizzo DSMARK空盘下 1G和8G的读取都超过5000Mbps 写入大概是4300Mbps 半盘下的成绩也几乎没有区别 读取也超过5000Mbps 写入接近4300Mbps 非常有意思的是 即使在码盘下面 酷玩520的读写速度也没有太大改变 性能还是很强的 接着测试一下硬盘的大文件写入 依然是3300Mbps的文件 由于我们只有一块P340的盘 所以我们只能从510烤到520 一开始的速度会有些影响 整个烤别过程 速度基本维持在1.54G每秒 成绩还是不错的 而且温度不高 最高是54度 所以这个盘就不用配额外的三张马甲 其实这三个产品还是有一定意思的 特别是细节酷版游戏扩展物 虽然官方定位为电竞产品 个人还是Mac用户的需求更多一些 作为雷电3产品里面 其实价格也算不算贵 两个细节固态的温度和调速问题 都控制得非常好 咱们一看头提到的 这两个细节500G移动固态 我也用不着 那就福利给大家 在B站的视频留言下说一下 你用过什么细节产品 有什么感受 或者说本期视频介绍的这三个产品 你对哪个最感兴趣 我们留言一下 我们会从中抽出两个幸运观众 获得这两个移动固态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跟我们不妨点赞投币收藏 素质三连一下 有关观众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一个赞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W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来我们的号码店铺潮玩国度数码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